大溪邊可以一邊烤肉一邊玩水 不過要注意的事情可有很多呢 第一溪邊的土質容易鬆軟 不小心可能會滑落溪中 山紅來的時候溪流會變得湍急 岩石施滑容易被水沖走或卡住石縫 在溪邊玩耍千萬不要跳水 台灣的溪河山高水級 經常隱藏暗流漩渦 在溪流落水的時候 使腳朝水流下游的方向成氧滋 並且設法抓住固定屋 幸好